这个泵如果不工作怎么办啊 首先第一我们把里面灌上水 然后把这个两根管子 同时捏住啊 同时捏住放开 捏住放开啊 首先看这里有没有一个灯亮的啊 如果看到水在里面流动 然后这里的水在下降 然后再继续往里面加水 如果说这个时候 它还是没有动 我们把这个打开啊 打开之后呢 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圆形的凸起 有三个这个 像个扇叶一样的啊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缝隙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那个 稍微细一点的长一点的 这样一个工具 在里面拨一下 轻轻的拨动一下 它就会动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水 在里面循环 水位下降的时候就加水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放到这个缝隙里面去拨动一下 然后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